这个因本自居足 故不加修成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他居足什么 样样居足 没有一样缺乏 智慧居足 能力居足 神通居足 向好居足 我们中国人讲富贵 向好就是中国人讲的富贵 通通居足 没有一样不居足 最多不需要去修 但是没有坚信的人 自信虽然居足 你不得去用 你还是要修 佛对于六道众生 没有坚信的人 教你修福 教你修会 这就是教你布施 你想发财 能不能发 能 怎么发财 财布施的财富 发布施的聪明智慧 无谓布施的健康成熟 你要想这三样东西都有 这三样都是人 没有一个人不想的 想发财 想聪明智慧 想健康长寿 基督教人也想 我在美国诸多年 我问这些基督徒 这三样东西 药啊 我说药可以得到 怎么得到 佛讲了 佛教 实际没错 佛教是教育 跟你们的教不冲突 你们的教是宗教 上帝是你们的父 你们是上帝的儿女 对不对 对 释迦摩尼佛是你的老师 你是他的学生 冲不冲突 不冲突啊 你在家有父母 在学校有老师啊 你也可以到释迦摩尼佛 这个地方来 学发财 学聪明智慧 学健康长寿 活了而不为之呢 所以我就教他 你们星期天上教堂 星期六上佛堂 都来了 欢欢喜喜快快乐 一点冲突都没有 你看你在家有老师 在学校 在家父母 在学校老师 我说你们到释迦摩尼佛 这学智慧 学健康长寿 学发财 你们上帝快乐 你想想 做父母的人 我这个儿子 有个好老师教他 父母开不开心啊 就上帝开心啊 不会反对你的 所以我们佛堂 星期六特别开放 给不同宗教人来学习 我们跟宗教 活母相处啊 处得很好啊 佛师们中 有求必应啊 真照这样做 他真有效果 真发财了 真得到了 越来越欢喜 不要为背叛你的宗教 如果说你背叛你的宗教 你大不孝 佛不收你 佛不收 背叛的人 佛经典里面 就有很多 不同宗教的人 跟佛学 但是佛 绝对不教他改变宗教 那是不道德的事情啊 我们跟很多宗教往来 他们最怕的 最担心的就是 我们去拉他的信徒 这都最怕的 以后跟我来习惯 不拉信徒 我就鼓励 鼓励到更要信仰他的宗教 每一个宗教都欢喜 你要忠于你的父 你要忠于你的上帝 你要做上帝的好人 别给上帝丢人 我们这十多年来 跟许许多多宗教 你看 和睦相处啊 平等对待啊 真的互作合作了 他们有很多的活动找我 祖团到国外旅行 请我做顾问 我陪同他们一起去玩 就宗教可以团结 我们一起去换一换